郭子坚忠明之后 姨玉又在汽房里多做了一盏茶的时间 才拿上了东西离开 一路到正门口也没见几个人 郭子坚外面停的马车有几辆 姨玉左右搜寻了一圈 便瞧准了接对面一辆不慎起眼的马车走了过去 车夫见他走到跟前 攻身之后才将帘子掀起 姨玉侧头往里面看了一眼 看见里面坐着的李泰 才抬脚登上了车子 晚了一刻 李泰道 我多看了会儿书 姨玉没讲早上在教舍发生的争执 怕他细问便转移了话题道 中午在哪吃 天爱哥 因为他下午还有课 不便绕远路回王府 哦 姨玉应了一声便见他伸手过来 在自己发际和后颈上俯过 随即探手在他面前 露出上面两片指甲盖大小的碎纸屑来 这是 这是纸屑 这眼神要不要这么好啊 嗯 见他答非所问 李泰清出了一个鼻音 满条丝里道 锅子间通归 第三卷 第十七条 尽善会书册文纸 说着便扣纸拨了拨手心的纸线 这是书纸 见他实在是不愿意多讲 李泰也不勉强 斗手将两片纸线甩掉 道 你托我查的事情已经有了美目 奎兴楼的后台的确古怪 你说的那个楼主正是名女子 我已经让那里的常客约了她 今晚在奎兴楼 你便能见到人了 听了这个消息 一遇的精神立马窜了起来 先是道了声谢 而后当 殿下 我可不可以带个人过去 是尚书又仆设 封德一之女 封雅婷 他说 他见过我大哥 和那奎兴楼主来往 认得人 说到这里 他便有些激动地 抓了抓膝盖上的裙摆 向他分析道 张森焕是在奎兴楼被杀的 我大哥那天晚上 又确实去过奎兴楼 我怀疑他的死 和这个女人脱不了干系 那个带着我大哥投火的女人 八成就是这奎兴楼主派去的 还有那另外的几名狱卒 虽不知是哪边的势力 但可以肯定 他们原来是想救我大哥的 谁会冒着那么大的危险 去救我大哥 等等 尼玉一边按着太阳穴 眉头紧皱了一下 随即犹豫着对李太道 我怀疑 那六个戴了黑罩的狱卒 许是 许是 好了 李太出声打断了他到嘴边的话 放在膝上的右手摩擦着 左手拇指的宝石戒指 目光闪烁 低声道 这样的话 你心里明白 除我之外 不能再对别人讲 记住了吗 嗯 尼玉点点头 沉思了片刻 侧头看着李太淡然的面孔道 殿下 有件东西 前阵子就想交给您保管 没寻找机会 今早从龙泉镇来 我特意带在身上 我以为这东西 还是放在您这里比较妥当 李太没心一跳 已经大约猜到了 他说的是什么 但见他侧过身去 背对着自己 在怀里摸索后 转身递过来了一样物事 乃是一只半尺长短的漆黑盒子 扁平无寇 八月底的时候 遥不知到了龙泉镇 临走的时候 丢下了这件东西给我 有一事 我没同您讲 上个月我曾在路上被人拦截 将他怎么反擒了那 易容的来者掠过后 接着道 我问出了些东西 那人是红庄的首相 他说红庄那边是派了人手来掳我 他地位不高 并不知所谓哪般 但我想着 先许就是因为这只盒子 他没说出口 是红庄为何会知道 他持有这只盒子 多是因为 他治疗了李太梦魇决毒的风生走路 李太盯着那只外观古朴的盒子 看了大概有几夕之后 方才伸出手将东西接了过来 这里头的东西 你看过了 呼吸一致 一遇到 嗯 有份既有毒树的白娟 我把东西都背了下来 有的事 对某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该隐瞒 很好 李太满意地点点头 看也没看一眼那盒子 反手就将它收进了大灰的袖中 夜幕中 酒色的长安 又一半入眠 一半却刚刚醒来 魁星楼内 楼下大厅中歌舞欢声 楼上哑尖客房里 声色迷醉 后院的画廊小湖边 又有几处鸳鸯躲藏 当然 亦有人是为了蜜蜜之音 为了声色之外的东西而来 室内曹操怯怯 蒸蒸冲冲的琵琶声 在一个高点之后 戛然而止 随即便是啪啪的掌声和赞声 除了侍女外 屋里坐了六个人 屏风对面的西岸上 坐了四人 两名中年男子 和两名少年公子 屏风后面是两人 一人坐在凳上怀抱琵琶 另一人站在旁边侍候 今日为楼主一曲琵琶 怕是来日琴音 再不能入耳了 邓大人过奖了 琵琶和琴本就是两物 各有所长 怎能相提并论 这琴声悦耳动听 就算不见人 也能猜出美貌 双方又客套了几句 屏风后的女子便道了一声告词 将琵琶递给了侍女 起身走出了屏风 刚才露出半个侧身 便要消失在维曼后腾 等等 一名中年男子将他叫住 老主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身交已久 早将你饮为知己 却不曾见过真容 今天是在下生辰之日 可否一窥芳容 却当作意料心愿 这 身形窍窍的女子迟出了一下 便笑着答道 这又何不可 只要几位答应 日后在外头见了 只当作不相认 莫要见了我这身份 让你们看看 也是使得的 在座四人立刻应声 便见那成衣女子回过头来 抬手解下了面纱 却是芙蓉粉面 娇娇艳艳 煞食动人的一名女子 男人们呆愣了片刻 便出声道 老主果如外接所穿 实乃没人已 一阵倾向后 女子便转身 脸部轻移离开了屋子 两名中年男子还在回味 她那回眸一笑 一旁的两名少年公子 却是凑在了一起低语 是她吗 把脸涂黑 换上了男装的仪玉 小声问道 哼 就是她 封雅婷冷着脸答道 我在江陵房亲眼见过 她同卢制逛丝绸铺子 你若是看仔细了 便没错过她眼角那颗小制 同我之前和你说的一样 嗯 仪玉认准了人 又对风雅婷道了线 便起身跟了出去 这奎兴楼的主楼 除了底层外 楼上便皆是回字形的长廊 没有什么岔口 仪玉追出几步 便见着前面刚出门的主仆两人 请留步 楼内一间空房中 仪玉和解了面纱的奎兴楼主 面对而坐 手中放着一壶香鸣 卢小姐 我理解你的心情 卢公子那样才华横溢的男子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 我一心伤 可是你真的是误会了 我同卢公子虽是好友 却并无男女之情 而且 长孙家的二公子出事那晚 我恰巧不在楼中 你大哥 他那天并没有同我见过 仪玉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道 我是觉得我大哥不会杀人 然也 我亦是这么想的 对面的女子认真地点点头 仪玉低头沉默了片刻 再抬头的时候 脸上已经没了刚才的质疑 悲伤道 我大哥从没提过 他有你这么一位好友 他有许多的事都瞒着我 瞒到他离开 女子见他一副想哭的模样 迟疑地伸过手 按在他放在桌边的手上 拍了拍 柔声道 可你要知道 他瞒着你 也许是怕你担心 也许是为了你好 总归不是想害你 嗯 一遇清晰了一口气 冲他露出了一抹逞强的笑容 像是故意转移这伤感的话题般 道 姐姐用的什么喧香 味道很好 哦 这香名叫陈坛 乳酿是南方的鸡舌香 我用了多年 一直离不了身 你若是喜欢 等下我要人拿些 给你带走 就是不熏衣服 熏熏屋子也可以啊 还是不用麻烦了 姐姐应该还有事要做吧 抱歉 我耽搁了你这么久 你快去忙吧 天色已晚 我也要回去了 那好 我今日就不多留你了 以后每月十五过了 你若闲着 便可以来找我玩 我这楼里啊 好东西多得是 可不是那些男人晓得的 说着 两人便都起身 走到门边的时候 女子问道 你一个人回去 要不要我叫车送你 不必了 有人来接我的 一遇将披风挂在壁弯上 扭头道 怎么称呼姐姐 我姓楚 说来不怕你笑话 因是私生 先付我便于名 不留 奎兴楼外 一遇坐上马车 李太放下手中的茶杯 扫了一眼 她神色不明的小脸 问道 如何 是她吗 是她 一遇点点头 又摇摇头 也不是她 这又怎么说 封小姐认出来 她便是同我大哥 一起逛街的女子 意识着奎兴楼的楼主 可是 一遇咬了咬 下唇 沉声道 长孙焕死的那天晚上 和我大哥待在一起的 不是她 李太知他这般肯定 定是有什么原因 心中生了些兴趣和好奇 说下去 味道 一遇侧头答道 蜡月二十九那晚 也就是长孙焕被害的那晚 国公府分家的前一晚 我大哥醉酒回来 我去他房间找他 帮他收拾衣物的时候 嗅到过他身上的气味 那是只有女子 才会使用的熏香 因为太甜 还带着些兴气 让人记忆犹新 绝不是今天 这女子身上的味道 我问过他 排除了换香的可能 他说谎与否 我并不肯定 但是 他同我大哥 并非男女之情 在我提到我大哥的时候 他还反过来劝慰我 若是有情或是有恨 怎会如此 不是他 李太的眼中掠过了一抹赏色 又倒了杯茶 道 可是这么一来 线索不就断了 卢志那晚到底同谁在一起 是个关键 今凭着香味 你可以排除嫌疑 却很难找到正主 是啊 一语苦笑道 我有想过 是不是那名叫扶摇的姑娘 会见到在我大哥之后 真正杀了长孙患的凶手 方才还向他打听了扶摇的下落 却被告知 那人被长孙家的人赎身买走 李太不喜见他苦笑的样子 便话题一刹道 说起寻香 你也该学着习惯使用了 可是有喜欢的味道 昨日才有货商递了单子进京 今晚回去你且挑选一种 以后便用他薰衣 喜欢的味道 一欲抬头 借着车内的吊灯 看着他身上浅蓝色的长袍 鼻尖窜入了淡淡的香气 让他不由自主地低声自语道 我喜欢这个味道 什么 没 随便好了 我喜欢闻清淡一些的 李太轻闭色的眸光闪了闪 将手伸到他的面前道 那这种味道呢 他的手指很长 透明的指甲修剪得干净平滑 光滑的手背上 有几条淡青色的血管 而清晰可见 可细看却又发现 他中指第一指节处 有一层不甚明显的茧子 只这么一处 却让这看起来 养尊处优的手 变得不同起来 他的手就放在 他的鼻尖旁边 相距不过两寸 那淡淡的熏香味道 因为人体的温度 更加清晰可闻 他只是不自觉地 吸了一口气 便侧过头 避开他的手指 老实道 很好闻 李太眼尖地看见 他侧面泛红的脸颊 平直的唇角 轻扬了扬 道 那便不用选了 待你什么时候 打算光明正大的 同我在一起 便用此香吧 文言 一语尚来不及 察觉心中的甜色 便被更大的酸色 掩盖了过去 这句话勾起了 他刻意遗忘的 一些人和事 熏香 起一笔试时 长孙熙身上的味道 同他在一起 东方明珠 既定地测飞身份 李太正在等他回答 却见他转过头 目光中是复杂 道 还是不必了 若非情不得已 有些东西 我时时不同人分享 因他这语焉不详的一句话 李太猝眉 正要询问 身下的马车 却在奔跑中 突然停了下来 他敏捷地一手扣住窗栏 探身一手 还过了一玉的腰支 才没让朝前跌去的 他磕碰到 什么事 将一玉安顿做好后 李太一掀车帘 冷声问道 幽暗的室内 在这冬夜里 连盆火炉都没有 可屋里却依然暖和 只有一盏 巴掌大小的 莲形竹台 搁在摆满了文卷的 青头小岸上 岸后坐着一个人 低着头 慢慢地翻动着 手中的竹简 见文香科 发出 咔哒 咔哒的脆响 是这屋子里 唯一的声音 一道人影 闪进了室内 脚步细碎地 走进了那莲灯 才映出了一席成衣来 却是一名身材窈窕的女子 您走了 你叫我说的 我都说与她听了 女子一提裙子 便踩上地毯 绕到了岸后 挨着那人坐下 只是这个小姑娘 好可怜呢 既傻又可怜 哎 死了眼下唯一的亲人 孤身一人 还想要查证 想要翻案 真傻 你说是不是 竹简声 依旧咔哒咔哒地响着 不知过了多久 才听到一声 嘶哑的低音 道 不 她不傻 还有 不要靠着我 我不喜欢陌生人的味道 生人 女子不满地挪开了一些距离 小声嘟囔道 好吧 就算我才认识你三天 什么事 将一遇安顿坐好后 李太一仙车联 愣声问道 话音刚落 便见对面拦车的马匹上 月下一人 两步凑到了马车边 急急禀报道 竹子 出事了 来人正是本该后在 魏王府的阿生 一遇见他身形匆忙 正猜着是何缘故 便听他解释道 别人传来消息 傍晚的时候 银霄突然发狂 灼伤了自己 又破了黑铁笼 打伤了三名侍卫 往城南飞去 是银霄 一遇一惊 前阵子他也向李太问过 银霄的消息 却被告知他并无不妥 怎么现在听着什么黑铁笼子的 竟被关了起来 多久了 现在在哪儿 李太沉声问道 大概有小半个时辰 他因为伤到 一路飞飞停停 侍卫们一直跟着 可一旦靠近 他就会发狂地笑声 虽不伤人 却自伤 沿途惊动了不少百姓 看信号 这会儿 他已经是出了城 别看银霄平日 喜欢找阿生的麻烦 但是他一旦出了事 若说有谁着急的 那肯定少不了阿生 主子 您还是去看看吧 阿生侧目 看着把车内的遗欲 念头一起 想着以防万一 便不由恳求道 陆小姐 银霄他除了主子 就是最听您的话了 您不如也跟着去瞧瞧可好 我 依欲正要点头 却听李太对他道 你先回王府 他说吧 便示意阿生陪同依欲回去 自己则下车 牵过了阿生递来的缰绳 翻身上马 殿下 李太扭头看去 便见依欲扒着车门跳了下来 几步跑到了马下 伸长一只手臂 仰头对着他道 我也去 李太略一思量 便问道 你可成马 脸色微变 但依欲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道 可以 就算是一点 只要有可能帮到他 他都想去做 更何况他也很担心 营销的情况 那就同学 李太伸手扣住他的臂膀 一个巧力便将他拉到了自己身前坐着 又将他披风上的帽都扣好 拿过他两只手臂摆在自己的腰侧 到了一具抓牢 便加紧马腹 策马而去 再次